Live 開始了 我看一下 等多些朋友進來 我不知道剛剛這樣擺出來會不會有notification 我見到有Facebook的朋友 有Shirley、Kitty、Erica 都是沙麵口 今天搶先進來的朋友就不是 現在見到多些人 說有50多人在 今天星期六 在我想像中的星期六應該是很productive的 我打算自然醒來 做些事 其實今天就約了一個朋友 一個女孩子朋友 認識了很多年 現在去街這麼熱 都不知道去哪裡好 做什麼都不知道 於是最簡單的就是來家裡staycation 所以今天我就有一個和朋友的staycation 剛剛post出來就post了一個我最喜歡吃的明太子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吃明太子呢? 就是你很喜歡吃日本菜的朋友 可能都會很喜歡吃明太子 明太子也是那些這樣的魚子 我發覺我真的挺喜歡吃魚子的 由魚子醬到烏魚子到這個明太子都是我的最愛 剛才我剛剛post的 就是剛剛上開live之前 就post了我今晚的晚餐 我就做給我朋友吃 那是代表什麼呢?代表懶 因為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也都很開心的 就是基本上沒有什麼試過是 吃這個飯是不開心的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吃日本式的飯 就最簡單了 因為你的要求就是一個煲得比較漂亮的飯 最好是日本米 然後上面呢 魚生當然是最高層次的 你要準備很多種的魚生 我不是很贊成的 因為其實你買得到的魚生 其實它都放在一個相當的溫度 就是一個溫度裡一段時間 其實都已經是去了一個危險的溫度 所以魚生我不贊成的 Uni 我就不是很喜歡吃的 但是我很理解很多人很喜歡吃 又是很簡單的 你煮一個好的飯 Uni 跟著一點壽司豉油 就已經非常正 我就是第三個層次 我喜歡吃這個明太子 明太子就是大家看到我這個飯 不如說一說怎麼做好嗎? 在家裡幾分鐘就可以做到的了 當然這幾分鐘就不包括你煲飯的時間 我自己吃飯 現在我是用慈尚米的 慈尚米就是台灣的米 它都算是一隻short grain的米 但是它short grain的米 其實都挺長的 比一般的日本米長一點 很少 但是我覺得這個味道真的非常好吃 其實這隻米是趙博介紹給我吃的 叫我試一下 我第一包覺得不好吃 第二包好像掌握到怎樣煮 就開始覺得好吃一些 現在就直接覺得是非常好吃 長期我都是買這隻慈尚米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慈尚米 就不用光顧我 因為我沒得買的 我不會做賣米的生意 因為實在太重了 很多地方有得買 我剛才走了一次 轉超級市場都有 簡單一點 你們HKTV Mall 你search慈尚米 還有我用的那隻叫做陳協和 月光下的醜美人 這隻慈尚米 如果你找到4KG裝 就大概是860元左右 我覺得其實都挺好的 這個價錢都算是這樣的 上網就買到了 或者去超級市場看 都有2KG裝 1KG裝 基本上慈尚米就是一個來源的米 但是它都很多 它們每年有很多米的評審 你找一些冠軍米就更好些 就是慈尚米之中的冠軍米 我家裡常備慈尚米做飯 我覺得它絕對都不給日本米和韓國米訊息 這個烏魚子就是這樣一條 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 一條裝 你要去雪櫃那裡找 就是它賣魚山那些地方找 通常在那些飛魚子旁邊 就有這個明太子的了 飛魚子就是那些橙色的蟹子 我們叫蟹子那些 那些叫飛魚子 那旁邊就會有這些明太子 通常一盒就是兩條或者三條 有些兩條就是八十塊 有些三條就是八十塊或者六十塊 那我就通常會 你需要用兩條至三條的 如果你煮一碗飯 今天我就買了三條的了 當你煮好飯之後 就焗一陣的飯 然後你打開飯煲蓋 然後等它涼一陣 在飯煲上面涼一陣 那我的飯煲就有保溫作用的 就是它一路保溫 但是你一路涼一陣 在它不是很熱的時候 就將一條至一條半的明太子 就那些明太子裡面的卵、蛋 就拌進去那個飯那裡 那你要不要在很熱的時候做 因為其實明太子都是要冷和生吃 就比較好吃的 那就是那個 拌了之後所以飯是橙色的 所以那些飯裡面已經有這個味道 然後那要怎麼拌呢? 就是那個明太子 其實它會有一個薄膜 就包著那些蛋 那你就切在中間切了它 然後在邊那裡壓著頭 就用一個匙羹刮了些卵出來 它小到很小很小 就是比飛魚子小很多很多的 於是你得到那批明太子之後 就去拌飯了 那拌完飯之後就可以倒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呢? 你首先把它裝在一個小碗裡 然後就由一個小碗轉到一個大碗 剛剛吸回來 就很漂亮的一個明太子 那我加了一些昆布 那加不加也可以的昆布 然後上面就加一條完整的明太子 那你一路吃的時候 又有面那一股冬冬的明太子 又有拌了飯的和暖的明太子 那我覺得那個溫度啊 所有東西都會是 都是非常之剛剛好的 那你就閉上眼幻想一下 你就覺得自己是 在一間日本餐廳吃東西 但是吃到最後一道菜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你幻想一下 可能都可以幻想一下 好像去了日本那樣 那今天就 另外中間我是牛磅 牛磅就是非常之有益的 那牛磅就和牛沒有關係 是一種植物來的 那都是日本那些植物那些 那樣的東西 那麽簡單就可以做到一頓飯了 那我的朋友都非常之滿意的 應該 很開心啊 值得 那是的 那講了我這一頓飯了 那我和你們說一下hello先 今天 剛才我剛剛看Facebook 說ERROR的第15集的最終回 下了架 是不是 立刻引起一陣子的空洞 不知道現在上架了沒有 什麼70幾 什麼70幾 Paul 哦 70幾人 是不是 現在有270幾人 很厲害 pandemic之後 發覺很喜歡流向家裡chill 是的 現在開始 原來人是這麽容易習慣一件事的 現在譬如 有一些人就會憂閉恐懼症 就是你在電梯那裡找電梯 有些人會很panic的 因爲它覺得周圍都是牆 它很想出去很想出去這樣 那現在呢 我們其實覺得在餐廳逗留得久 心裡好像很不安那樣的 不知道爲什麽 那麽容易就習慣了一種 pandemic之後的生態 是不是 那現在覺得安全一些呢 其實都是跟朋友 可能真的最好你自己有個地方 那你們就會覺得安全一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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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跟朋友約 想見久一點 那麽不只是吃頓飯 那麽都會回家 而且我又一向都很喜歡 請朋友回家那些人 那麽家裡最多就是椅子 如果我現在舉目這樣看 我家裡起碼都有十幾二十個座位 照數人數有十幾二十個座位 很重要的椅子對我來說 要到處都可以被人坐到 明天有沒有指天招? 有啊 我今晚還要寫一些字 我要聽一聽這條片 我一直都有一個production的朋友 幫我寫一些片子的 其實也很感謝他 他又要等我的字 等很久 我做一個live 就會寫一次的了 楊師傅說話很搞笑 是的 他心情好的時候說話很搞笑的 明天有指天招 台灣烏魚子會不太貴 有一點點不同的 其實台灣的烏魚子 我自己很喜歡吃一隻意大利的烏魚子 意大利的魚子 不可以說是烏魚子 它是比較橙色一點的 感覺上好像台灣的烏魚子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那隻東西的 那隻東西就叫Bottaga 找一下給你們看 Bottaga 這個Taga就是Bottaga 它就是 其實非常之像台灣的烏魚子 但是意大利那隻 它們就會是淺色一點 橙色的 我最喜歡就是用它來刨去意粉裡吃 比如好像這樣 其實真的很矜貴 真的要刨 好像刨芝士或者刨松露這樣刨 它直接吃下去就有蛋黃的美味的 這樣很喜歡 那我也有些餐廳 如果它就是意大利餐廳 有Bottaga的選擇的 我經常都會選一隻Bottaga 所以我發現我是很喜歡吃這些 魚子類、魚卵的東西 就是意大利那隻Bottaga 意大利那隻Bottaga Chervel這杯很喜歡用的 它咬下去就有蛋黃和蟹籽 好像吃蟹膏的感覺 但是它就是硬的、黏牙的、鹹鹹的 非常非常好吃、很喜歡 所以我也研究一下有什麼辦法 可以有些Bottaga 可以放進我的食物裡 可以給你們 不過我的食物的原則 就是想把很優質的食物 可以送到你家裡 而你可以在家裡享受的 其實Bottaga都是一種 我覺得很值得推介給大家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我的朋友就說 你真的很喜歡這些魚子、魚卵這些東西 你由蟹籽去到… 你由魚子去到魚蛋都可以賣 很神奇的 這個烏魚子真的很棒 我覺得香港做意大利魚子 最好的意大利餐廳就是Domenico 每一次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我經常都跟朋友推介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很有趣的 完全是極端的 極喜歡或者極不喜歡 罵爆 它的評論只有excellence 就是很可憐的 沒有中間的 它人人的那條curve 都是中間突出來的 它那條curve是兩邊突出來 中間是沒有人選中間的評論的 它做這個butaga的魚子的意粉 或者是… 是的 它的意粉就非常好吃 所以我經常都跟朋友去 就說這間餐廳的蝦麵很棒 事實上它的蝦麵真的很棒 但是我每次去到 我自己都叫這個butaga的魚子的意粉 那些朋友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沒有其他餐廳做 只有它做 所以是的 很有趣 那麽我們就… 烏魚子就是… 剛才說的那麽多種魚子裏面 我覺得是排第三或者排第四 但我都是很喜歡吃烏魚子 烏魚子如果是夾一塊很薄很薄的白蘿蔔 再加一塊很薄很薄的加力 生的 那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實在是很喜歡吃的 我從香港吃到英國 再吃到香港 再吃到台灣 再吃到到處都吃 台灣米是很好吃的 就是… 是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驚喜 它有齊日本米和韓國米的 和珍珠米的集齊的優點 如果你只是吃白飯呢 吃完之後你的口是甘甜的 有一股甜味的 昨天講明自己的骨膠原粉 在哪裏有得買 你在屈臣市和萬寧都有的了 我店裡是沒得買的 屈臣市和萬寧 你可以走進去 其實你應該一定見過 不過你以為它是奶粉 你沒有留意 你以為它是奶粉 你走過了 你還搶著奶粉嗎? 那些奶粉放得那麼淺 其實所有的骨膠原粉都放得很淺 在屈臣市和萬寧的位置 都放得很淺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它那些是寫著collagen的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最便宜的版本 你感受一下骨的關節 會順一點和舒服一點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想有益生菌的作用 就買貴一格的骨膠原 日本人就很相信骨膠原 吃了很多很多年 他們很年輕的時候就要吃骨膠原 他們覺得基本上二十多歲就要補了 我們香港人在這方面 很多人就說我開始要吃骨膠原了 其實你已經開始了很久的 是需要吃骨膠原的 可以去研究一下名字的骨膠原 但是如果你喜歡遵裝的骨膠原 飲的不是開粉的 飲的就可以 我店裡有一個叫時光的骨膠原的飲品 那個也是很明顯作用的 主號 那個名太子 是不是 名太子就是醃的 它一定是有一點辣的 日本製造 然後就空運來香港 這樣 你在超級市場 就是有日本壽司 超級市場都會有這個名太子賣的 多數啊 多數都有啊 想問一下 早兩天在萬事屋訂了朱古力 和VitoLab的精華 要什麼時候才收到 早兩天的意思是否是星期五還是星期四呢 如果星期五訂呢 我們就網店的同事 就會星期一早上回去收單 然後就會和你聯絡 就是和你夾什麼時候會送貨 或者拿貨這樣 如果你是星期四晚 或者星期五訂的 如果還沒聯絡你呢 星期一我的同事就會聯絡你的了 看看你訂什麼朱古力 如果有些朱古力是已經有貨的就有了 如果你訂32塊的朱古力有了 深型朱古力有了 朱古力巴都有的 應該現在大部分都有的 我反而沒有貨的那些我還沒有放上網的 深夜又放毒 是嗎? 先看看 深夜放毒 其實我今天答應了 我昨晚答應了一些朋友 今天的咖啡時間的live 我今天就 是的 我想像中的星期六就很productive 現實中的星期六就竟然1點鐘才睡醒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睡 現在我發覺我的生理始終是開始知道 我的人可能比較放鬆一點 我有教鬧鐘的 其實我有9點多是有醒過的 但是竟然可以一睡再睡到1點 而且9點到1點鐘那一段 真的睡得非常倒楣 今天全部事情我都延遲了 差不多3點鐘才吃完飯 跟朋友出去吃完飯 其實我都預備了我的咖啡時間 但是到我真的咖啡時間 已經是6點鐘了 我覺得 不湯不水 6點鐘的咖啡直播 不如我就晚一點才 今晚一次過 所以不好意思 如果今天是在等著我咖啡直播的朋友 不好意思 但是我今天就特意預備了一個咖啡杯 本來就想著 剛才在咖啡直播那裡 就用這個咖啡杯說一下 這個咖啡杯就是 我自己有一套 我記得我其實是買了12隻的 但是現在只剩下9隻 9隻 9隻得來 還有3隻是爛了 就是斷了 就是那個杯和底是斷開了 這個就是 如果你在網上搜尋 這個杯就叫做 Teacup Wine Glass 是的 就是一些 我猜可能是幾年前 一些很喜歡做DIY的藝術師發明的 之後都引起了一段的熱潮 我買的時候 我就在廉卡佛買的 這一套杯 但是其實我現在打算 我會去搜羅和去找這一隻杯給大家 第一它就是融合了一個 池的杯和一個酒的底 好處就是它其實就高一些 比如你放一些橘子 放一些東西 你其實可以好像一個碗一樣容易 很漂亮 在你的餐桌上面 你就會有些 沒有那麼平板 有些地方會放得高一些 另外外國人就會很喜歡 用它來做 Cocktail的杯 如果你混合了一些Cocktail的杯 Sorry 你混合了一些Cocktail 其實你知道Cocktail的杯 就是這樣斜開很大 其實它這個Tea Cup 也都是很漂亮之餘 也都很有融合了這個 茶杯和酒杯的一個藝術的感覺 其實網上有一些工匠 專門做這個杯 外國也有很多藝術 去挑選了一些比如古董的杯 然後就用來做這個 其實我今天一直在想 打算我會去搜羅一些很漂亮的杯 有些少許古董的每一個很獨特的杯 就會去做這個出來 我不知道做不做到 但是我打算這樣做 因為之前我買十幾個的時候 其實都很 我記得過程都很開心的 因為其實每個杯都不同的 而且它們貼了出來之後 每個的高度都會有少許不同的 但是其實在這麼久以來 每當我拿這套杯出來 是沒有一次是 大家是不開心或者是不嘩的 我覺得是非常之 如果現在有些家裡的staycation聚會 或者大家經常在家裡煮東西吃 又有人一起喝東西、喝咖啡、聊聊天 我覺得這個杯是挺過癮的 純粹是過癮的 而且也可以保留很多的杯 因為我自己都因為這件事 我找了兩個很古董的杯出來 其實我只是剛剛今天炒的 不如我給大家看看 那兩個古董的杯不在這裡 但是不如我開給大家看看其他的那些款式 這個很漂亮 如果真的有人幫你做一批的時候 你逐個逐個選擇 每個都不同 這個就是我們在購物裡面過癮的地方 這個杯我其實一向都很喜歡 就是很多這種pattern的杯 在外國 但是呢 你叫我就這樣買一個 我就嫌它癮的 就是這種綠綠的 紫紫的、藍藍的 這些顏色 你就這樣買一個是很癮的 是不是 但是它這樣有隻腳就不漂亮了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 漂亮嗎 看看什麼杯 因為這些外國的藝人 他做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收一些不同的杯 有時候 雖然他這樣在這裡黏著 但是你都看到它是哪裡的杯 例如這一隻應該是法國的 這樣 當然它們是新杯不是二手杯 但是我覺得整體 每一隻杯去研究一下它的樣子 還要每一隻不同 而它的 就是如果我們有時候 比較 枝整些的人 你的杯要一套一套 但是現在這樣的一套 它們那個整 就是那個一致性 就在了那個杯腳那裡 那你就可以 上面那個就每一隻都不同這樣 那是挺開心的 那還有呢 是的 我不以為我那套 那兩隻古董杯 是拿了回家 原來不是 好 那下次再給大家看那些古董杯 還有我研究一下 我找不找到一些工匠 幫我做這些杯 不好意思 Hello 今晚也有很多朋友 一條明太子要解凍多久 那就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你買的時候 其實你買到的時候 就通常已經在四度 就是普通雪櫃的溫度 其實這些 因為它是醃製的食品 你回到家裡 你可以把它沾上去 就是放進去雪糕那一格 那你就沾上去 到你吃之前 一兩個小時左右 你就把它放上去普通雪櫃那裡 其實放上去普通雪櫃 已經是一個解凍的過程 就不要在室溫解凍 因為其實第一 你要吃的時候 其實它要冷不冷的 第二 其實它在四度以上 就是5度、6度、7度、8度、9度 已經是一個危險溫度 它作為一條魚的魚蛋 你放出來它其實很容易腥的 所以你的解凍都是放在雪櫃那裡 就是上面那裡 那它放一個多兩個小時 它就會不再冰了 那你就把它 我剛才說 拿了些卵出來 就是把它切開 它只是一個很薄的衣 那個衣 就不是它醃製的時候 放那個衣上去的 它根本那條魚春 自己有個 membrane 就是有個膜 就去包住那些魚春 所以你在中間切開它 就跟著拿一個匙巾刮它出來 那一部分就用來撈飯 那我就用一條半去撈飯 如果你想那個飯本身的味濃一點 那你就用兩條去撈飯 那麵就是一條 那一條就一邊吃一邊吞 一邊吃一邊吞 那你就會覺得十分之過癮的 那解凍 如果你把它放上去上隔 一個、兩個小時它就會冷了 就是不冰的了 它的質地是很容易變軟的 不會很久都冰的 已經上架了 那其實下架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太多人看的 還是受到壓力呢? 還是剛才是一個舟船呢? 這樣 好了 跟著呢 Ajala 牛磅有益 牛磅是很有益的 我很喜歡吃牛磅的 牛磅就是一支支好像柴一樣的 但是你吃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濕濕的 都有得可以買牛磅去煲湯的 不過我就喜歡吃日本式那種 醃製了那種 在上面再撒些芝麻 就真的非常之正了 家中沒有古碗 分開消失方寸一火心狠亂 什麼歌詞啊? 你們經常考我歌詞啊 Botaga是非常之正的 其實我想Botaga 都有些地方可以買的 買的 買到的 你要有一個跑 Botaga的跑就很漂亮 我明天找一個show給大家看 公司有 就是一條長的跑 那個跑也很好的 你可以像一把劍一樣 但是它當然是不尖的 但是你就用來跑 然後你一般的跑就很瓦頂的 但是Botaga那個跑 就是可以 你插在一些放刀叉 放蛋那個髮髮的位置都可以的 長型的 我好像見過很多次 頭都是紫色的 不知道是這麼巧還是怎麼樣 那些東西都可以買到的 其實我也很想買這個Botaga回來買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的 而且是放得久的 通常它回來的時候 就會是這樣的形狀 那你就可以拿它來刨 有法國來的 也有意大利來的 但是它的顏色 是不同的 黏牙的 很棒 我想起都很開心 烏魚子都適合刨片吃 烏魚子都刨片 刨片 刨片 刨粒 也有了 餐廳的名字 一會兒寫 我好像見到趙博 聽到我說說好吃的東西 就馬上肚餓了 時光骨膠原是每天一支是 它也說你吃了兩、三個月之後 你可以每天吃都可以 剛剛遇上我的直播 昨天聽了大半部分 在香港電台我做嘉賓 在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 是嗎? 我做嘉賓 那一集是講恐懼的 hello 趙博 你好 你還沒回覆我 我約你 星期一 你回覆我星期一 還是星期三 你都是一時起床嗎? 好享受喔 今晚的樣子特別舒服 有什麼不舒服? 哇 傻什麼? 你就喝過Fanco 和時光有什麼分別? 時光的價錢是多少? 時光的價錢是480元10G的 分別就是Fanco那個 它有一個MG的份量、含量 Fanco那個就是5千 時光是15000 但是我當然不是說一定是多就是好的 如果你試過 其實你轉一轉都可以的 那你試過兩個比較之後 你就可以再選自己喜歡 Fanco都是我覺得一個很信任的牌子 但是它mix的東西比較多 那這隻台灣的叫做時光的骨膠原 我覺得這個效果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在毛孔和光澤方面 大家在這裡跟趙博Say Hi 趙博進不進來聊天 Dennis說有沒有看曾志豪 早兩天YouTube的影片 他說建制人士炮光ERROR的節目 說ViuTV播這些影片出街不對 有可能投訴上廣播局 曾志豪說現在我們香港人已經很壓抑 看這些節目開心 香港人就很快瘋了 我好像這集有看的 那一天在車裡說的 好像有看的 是不是他胃痛的那一天 一隻杯紅酒或者白酒加茶杯 咖啡杯是很好 還有選擇底部是要粗一點的 不過因為它是黏的 所以都有機會會脫掉的 但是脫掉的其實你又再黏就可以了 不如我考慮一下 到我賣的時候 送了那支超能膠給你們 斷了就自己再黏 是的 全部都是只有一隻 當然了 比如我做一個系列的 我找一堆是一樣的 我給你們可以選同樣的 當然可以了 但是那時候我在連卡佛買 我就是故意選每一隻都不同 因為有得選 你又覺得每隻都很漂亮 人很差 很特別 是不是 我都覺得是 我都很喜歡 其實你們的杯子很漂亮 我快點做 我現在由工廠就變成工場 就立刻開始打磨玻璃和瓷膠花 于非昨晚的post說我送藥 有把螳螂捕毛蟲回途幾個人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有個螳螂是會捉毛蟲的 所以說我不如帶一隻螳螂去好一點 我想他的毛蟲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還黏在頸上也挺害怕的 還黏在頸上 然後放螳螂在去捉毛蟲 聽說他一次過有兩隻 所以都挺害怕的 我比幾年前真的飽滿了 精神了又漂亮了 有沒有增磅 沒有聽過我做運動 我想人有時候會有高低潮 身體的狀況都會有 即使不是什麼大病 可能你都是要一段時間去 即是要reflex一下 我想這幾年我由 就是一個婚姻生活 去到一個單身的生活 生活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改變 慢慢的人可能 relax了 就會自在了飽滿了 飽滿了就是肥了 我懂得聽的 我知道你說什麼 有沒有增磅 高高低低 我的磅數可以增十幾二十磅 都不是好覺的 不是好覺 如果超過二十磅 瘦過二十磅 肥了二十磅就會開始好覺 自己都看自己不順眼那些 如果現在跟我最瘦的時候 比較應該都平均都多過二十磅 因為我不輕的 我有一百二十幾磅 現在可能是差不多130磅 126啊 127啊 都會有的 如果我是少過120磅 對我來說已經算是輕的了 就是回答你的問題 是有增磅 還有很少做運動 是很少做運動 這段時間 有沒有碟配合 其實通常那些杯子 就會有一個沙櫃 如果我去做的時候 那個杯子連著沙櫃 其實沙櫃就可以放在這裡 做它的那個碟 如果它已經是一隻單杯 就會沒有了 可能我可以有兩個選擇 如果我找到工場和工匠做的話 就是有些是連碟 有些是不連碟 因為我想 不過如果連碟都挺過癮的 連碟那個碟可以有別的用途 雖然在咖啡杯的碟 中間一定有一個粒位 就不是說最完美 用來放曲奇餅 或者放巧克力的 但是一套 我覺得很多人都喜歡一套的 我都理解 可能有兩種 有些就只有一個杯 有些就有一個碟 我就是只是杯 我買這套東西 很單一 我覺得它是酒杯 所以我不覺得它要有一隻碟 但其實它是酒杯 還是咖啡杯 是不是很漂亮 還有拍照的效果很好 其實我剛才都有 就是在那個咖啡時間 都有拍到照 當然 我的朋友都開始知道 就是不拍照之前 是不准 不准 不准 不准碰的了 它有一個懸浮的效果 是不是 如果你純粹 想有一個視覺上的開心 喝杯咖啡都要開心一些 可以玩一下這些東西 我買得到的東西都沒有什麼不喜歡 還有我說得很喜歡 就是令到大家都覺得 你真的很喜歡我 突然間睡醒 聽回我的Live 我們有加拿大的朋友 Crystal 喜歡你的Floval照片 看我的Live越來越開心 學到很多東西 長知識 什麼?例如螳螂拳 例如學了螳螂拳 今天我很多謝網友 我放了這個螳螂出來之後 很多網友他們是很有知識的 講了很多關於螳螂的資料給我聽 原來我昨天看到那隻螳螂 是很罕有的 according to 網友的資料 而他們也都看得出 它是一隻癡螳螂 是癡性的 我相信 我假設這些資料全部都是真的 這隻螳螂叫做原土的螳螂 還有是什麼呢? 先看看 先看看 看一些Post 原來都好幾個Post之前 那些朋友就說 這一隻 這隻 這隻螳螂呢 這隻叫做原胸 原胸 不是原胸 原胸螳螂 在香港少見的 那這一種螳螂呢 就多數在樹冠活動 所以呢 不是那麼容易見到它 很厲害啊 好笑啊 那些留言 有些人說 咦 青頭仔啊 這個叫做 莊靈背堂 廣福圓胸堂 還是癡性的成蟲 很厲害 這麼知識 這麼廣博的 好了 Jenny問 這麼喜歡吃東西 為什麼保持得這麼好 可不可以分享 減肥方法 其實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萬事都有一個quota的 那你經常見到我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吃東西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不吃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拍照 我又不吃東西了 這樣不會這樣的嘛 那所以 我自己呢 就是會是 譬如同朋友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吃東西 就是同朋友一起吃東西 就是social的一種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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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形式 所以呢 就不適宜呢 在同朋友一起吃東西的時候 我這個又不吃 那個又不吃 那我就會很放肆地吃的了 那吃完之後呢 我就會和自己買單計數 如果就是 哇 吃了很多啊 最近吃了很多呢 那就在第二天 或者是未來可以的日子呢 就晚上呢 就盡量早吃 就是將某一晚的dinner 就是變成5點半 或者是最遲6點鐘吃 6點半之前就要完成了 那然後呢 我是11、12點才睡的 就是你睡覺之前呢 其實都有6個小時去消化 那 我覺得這個方法會是挺好的 其實有行心的 就應該每一天做fasting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間 就只有8個小時 但是如果我這些 不是可以控制到 或者不是這麼想控制的時候呢 那你自己吃得多之後 有時候你就第二天吃回少些 少些得來 少都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 是要早吃完啦 你早些吃完呢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脂肪的積聚啦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給多些時間自己消化啦 那所以這些是 自己和自己計算一條數 那如果覺得肥的時候 就用不下這些方法 就是那個肥膜的 那天晚上的肥膚有些光澤 是不是 我打了一個很大的燈在我前面 真的很大盞 但是 就是 打燈歸打燈 其實肥膚有光澤 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這段時間 是 我用了phetolab之後 其實遲些我也想介紹給大家 就是和大家一起做一個活動 就是 一起白 一起白 一起滑 例如這樣 我們就一起用一個Course的護膚品 它就是Fetolab的一個出品 一個我告訴大家很臭的東西 其實我已經用了一盒 我覺得效果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在那些光暗位 就是你那些 我的黑色素位 它真的可以整體做一個均勻膚色 但是這個療程其實要做兩三套的東西 每一套就是1100元 就已經是包括日和夜的了 我用了差不多三個星期左右就差不多用完 就是晚上很臭的東西 我覺得我第二套我可以省一些 應該可以用久一些 因為我很差 所以我常常的習慣就是泵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可以泵一泵 泵一泵 我的手指都要泵兩下的 我常常都叫自己泵一下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泵一下自己想停的時候已經按了兩下 這個動作是一抹的 其實不用用那麼多的 這些所有的護膚品都不需要用得太多 剛剛夠就可以了 最近我因為萬事屋而搜羅的東西 我自己都會試 這個護膚品 Fetolab的護膚品是香港製造的 我覺得是非常實惠和值得推薦 之外這個時光都是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喝了這個時光之後 都明顯是有些光澤的 連我媽媽現在都給我買時光來喝 我媽媽之前是明治那個collagen粉的涌燈 還有三藩市Christine 白襯衣 我這件白T恤來的 白襯衣《因你變耀眼》這首歌是 我寫給黎智的 聽說很多人都很喜歡這首歌 因為找黎智唱也真是很適合的 我都真是為她量身訂造的 黎智也有很多穿白襯衣的造型 印象中我有段時間 臉上有黑影是什麼事? 其實是凹凹 很多位置凹凹 你就會有些影子 加上你的皮膚本身沒有光澤 就不能吸光了 很容易就覺得好像臉上一塊塊 也是膚色不均勻的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其實就是整體身體的質素不好 或者睡眠質素不好 有些人就說 臉黑的臉都跟肝有關 我都相信可能是 有一段時間是狀況比較差一些 但是我這麼高應該重一點 不要重太多了 因為如果我過130磅 我就應該會很大隻的了 已經去到 多謝我的幫助 我不好意思 我剛才回答了你 關於30cm的煲的問題 但是我也要Hinson哥哥去檢查有沒有貨在那裡 他上次就說有的 但是貨倉 就是點貨那裡 我都要Double Confirm一下 至於這張單 你來到就可以印出來給你的了 不過晚上他都沒有回覆我 不知道是不是要去踢球 他經常都要去踢球的 我多謝你才對 家裡收了這麼多東西 每次搬屋怎麼斷捨離 是的 這個問題我都覺得是 我其實有時候都會想 有些東西搬了幾千戶 因為這幾年都搬了很多次的房子 有些東西搬了幾千戶 都還放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我還需要不需要它呢? 如果我不需要它 不如賣給你們吧 不如我拿些東西出來不賣吧 正考慮做Bernier 會不會不習慣 請問我怎麼 take care 不會不習慣的 它是計了 其實如果你做這個Bernier 你是有改變你的牙型的話 其實你會 就是看一下你咬東西 各樣東西會不會不習慣 最重要是你口合起來的時候 你的位置不是舒服 有時候有一隻牙做得高一點 你都會很不舒服的 好的牙醫就會一直幫你去盯 就是你一直可以修補的 但是Bernier 如果你說的是牙片 那就不會特別影響你的 習不習慣這件事 除非它是 譬如你某些大牙 是整隻做的 那些掛牙套或是比較大些 整隻的套是做的 那它可能會高一點點 讓你咬東西的時候會有不同 生活小知識 看我的Live很舒服 Hello Jacqueline Michelle Jacqueline在這裡 Jacqueline在Live那裡 是的 我和我這個好朋友 還有我另外一個今天在我家裡 Staycation的朋友 我們是三寶來的 不要說多少年代了 總之是一個年代的三寶 所以Say Hi 和你 晚點打給你好不好? Jackeline 我越來越開心精神 我覺得是應該要將自己的EQ訓練得好些 當然你說現在近兩年的情況 我想沒有人是整體上很開心的 大家要面對的挑戰都更多了 但是我覺得既然我做得這個Live 那我是希望大家臨睡之前舒服一點 就是不要很沉重這樣 那就拿了情緒上面最輕鬆的一面 去跟大家說 盡量說一些生活裡面的 細小的情節的內容這樣 那就盡量大家做自己崗位的事情 那你說我是不是越來越開心呢? 那我就不覺得是 我覺得回想回之前 真的覺得開心的時間 有一點都不知道多久了 綠色螳螂都少見了 是嗎? 有些小一點的都有見過一下的 不過這麼大隻的真的沒見過 還有我不知道今晚有沒有Live的朋友 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螳螂 就說算我昨天遇到一隻螳螂 遇到一隻螳螂 就很大隻在我的車那裡 這張上去的手就沒有踏在我的車那裡 其實它走著走著 手是踏在我的車門的那裡 就是這一張 它踏著這樣 按著這樣 我不想動到它 於是就等了它一陣子 才敢動到車門 站在那裡等它一陣子 它其實螳螂有覆眼的 它是看一個很闊的角度 它發現我用一個鏡頭對著它 就是用一個iPhone對著它的時候 它就立刻撒出螳螂拳了 就立刻漏打這樣一陣子 就很有趣了 接著它看了一陣子 我又不動它 它又不動它 之後它就另一面 就開始私自然的走了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 講到今天螳螂的故事 有二千多個like的這個post 我發覺奇特的東西都盡量拍給大家看 我是老闆 賺很多錢 請不請工人 我是老闆 Yes 賺很多錢 No 請不請工人 No Tracy買了巧克力 但是被人笑買99 990是9元這麼多 預算分給好朋友試一下 99元 99元不是一個問題 你那裡有一KG 一KG 990元是很便宜 很便宜 還有開心 你有這麼多 244片 你麻將也只有144隻 有244片擁有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竟然是會買 我的同事告訴我 你不要瘋了 不要買回來買 你分開來買 沒有人那麼瘋了 那就試一下 我買回來沒有人買 你都可以拆開的嘛 那他們說 那也是啊 所以被我困到他們 給我買回來買 但是每一個買到的都很開心 亞枝竹湯使我溶光滿發 是的 其實我在家裡的時候 我就是喝亞枝竹湯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喝 還有整天一邊喝 覺得很划算 我現在吸收很多礦物質 我現在很多 很抗氧啊 我現在越來越抗氧 那我就會很開心 你很喜歡聽我說 吃什麼補充劑 或者天然食物更加健康 還有有營養 多謝我 大家試一下 因為其實聽了之後 你都真的要試一下 那我就盡量是講一些 我不是講一些很離地的方法 其實都昨天我們談的時候 都有計過 這個10元 這個就5元 那你一天就吃30元 類似這樣 但是最重要的都是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效果 每個人自己本身的底子不同 可能你不是那麼需要某一些東西 那也無謂補充過量 所以如果我針對是靚和抗氧 那我就有這些的提議給大家了 多謝我買得這麼便宜 是真的很便宜 我很歡迎大家周圍去看一下 例如Gordiver 或者La Michonne de Chocolate 你看一下他們每賣一顆朱古力 都是賣多少錢 那你就會很開心的了 你會訂下一次的999元 990元就買第二種味 或者你現在已經買了另外一種味 然後你可以拌 因為你買的應該是一種味 我猜你都應該買dark的 是不是 你買70元是不是 真的最多人喜歡dark的 Vanessa你買了一支Bloom 還寄了去法國 可不可以講一下怎麼用 是不是那支 Tona 就是Brightening Accents 那你見它是亮的 那你就把它搖它 你搖它 因為它裡面那些亮 全部都是D-minerals 那你就當它是緊敷水這樣用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Accent來的 你晚上查 第二天起床 你都會覺得是容光換法 但是那些的亮 永遠都不會好像粉一樣掉下來的 其實它是你身體一些要吸收的礦物質 所以它有兩個效用 就是你塗下去的時候有光澤 還有你睡覺的時候 它又會幫到你皮膚吸收多一點的營養 另外還有一個用處的就是 我們的護膚品按著天氣 有時你會覺得很黏 有時你會覺得很 就是有時你覺得OK 有時會覺得很黏 任何東西你覺得很黏 或者你以前買過一些很黏的護膚品 那你在天氣冷些、乾些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出來用 你仍然覺得黏的話 你就永遠都可以用這一支的 Brightening Accent去溝氣它 你去點兩點下去溝氣它 一來就是沒有那麼黏 容易推一些 二來也會令到你整個 就是會舒服很多的 這個就是拯救很黏的護膚品 另外你也可以在化妝的時候 放一點點去你的粉底那裡 就是粉底就是我的畫的粉底 我會擠在手上跟著再塗 那你滴一滴下去 那你整個粉都會光澤很多的 那支東西很好用的 那支東西 我很聰明啊 多謝 都不是很聰明 清乾又美白 哈哈 你又喝蛋白粉 那麼明治膠原粉 可不可以一齊 可以的可以的 其實它是溶在水上 包括在凍的東西都溶的 但是你當然不要挑戰它 當然在熱的東西裡面溶 會是最簡單的 那你可以混和它一起去喝 就這樣啦 hello 你好 我收到你的message的 多謝你經常給message 本來生日想預約staycation 但是一知道政府立刻 政府通關立刻取消就算 無謂博 是啊 都有一些擔心的 Becca就說 等我做完 看完我的live才睡 好 我今天會很快的了 不會搞大家的肝太久的 螳螂很有型 是啊 它好像有肌肉一樣 我覺得它 我好爭 越來越欣賞我 多謝你 我拿些東西出來買 好啊 好 真的每一天 每一天或者每幾天 有一個重點推介告訴大家 當時我為什麼買 現在為什麼覺得可以轉交給你們 去保持這樣 是吧 好 都好啊 很便宜的 很開心 多謝 我多謝你 真的 Hello 珊珊 我好啊 我ok啊 今天開心啊 和朋友聊天 我今晚還可以聊一整晚 明天就會去店鋪了 990元買到244枝 其實是半家的 是啊 是啊 但是我真是 我很開心的 就是可以 我其實也完成了一包了 我吃完這個40了 36 這個36 每一隻都很好吃的 還有這個 朱古力會令人開心 還有減壓 所以我覺得是 很開心可以帶這隻朱古力來 買不到70只是買到61嗎? 為什麼呢? 我先研究一下 我叫了同時放很多進去 最多是訂購的 有沒有吃過英國的C's Candy 時司朱古力 當然有啦 以前海運大廈有一家小店 當時是貴價高級檔 C's Candy 龍島那些 就是一個級數 現在龍島在中國收購了 所以都挺害怕的 因為我會賣走心朱古力 有朋友就買了龍島的走心朱古力給我 是挺害怕的 給大家看一下 龍島的走心朱古力 都買30元一粒的 一粒 一粒 那它那個包裝 30元一粒 一粒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Brandy 這個就是 我都不吃了 就是另外一個 但是我試的時候 它的走心就完全是 不像我咬開給大家看的 有一碗湯在裡面 已經是 其實好像跟朱古力是融為一體 類似這樣 還有其實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 它很有趣的就是有一個 是茅台 茅台走心朱古力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這樣 我試過了 我覺得那隻比較好吃 喜歡或者買過朱古力的都知道我是買得很便宜的 是的 我最重要是大家一起吃 多謝 多謝 多謝你們明白 如果買到二字頭就是便宜的了 就是200 你現在買好像現在買10瓶左右 平均是280元 但是你試呢 那你300元你先試著 我覺得你試兩三個星期 你應該感受一下自己的集中力 比如我那時候很明顯 比如我那時候很明顯 因為我開會有10樣東西 其實我有時 就是最初覺得精神比較衰弱 還沒吃之前 我覺得糟了 為什麼我10樣東西聽到第4樣 第5、6、7、8、9、10樣 我自動是將它的優點放得很低 其實那些東西可能重要一些的 說到可能第7樣、第8樣重要一些 但是我已經不是很吸收到、拌不到 那整天都只是頭幾樣就處理了 那後面那些就好像開完會好像沒有開 那我覺得不是辦法 那要找一些東西去補腦 那這一隻就 我吃了兩、三個星期之後 我覺得很有明顯的改善 那如果你300元呢 你先試藍色那隻吧 因為美不美呢 我覺得有很多方法 但是補腦這一隻我覺得是挺好的 那你試了300元那隻 如果你覺得很有用 你找朋友夾 就是變成10支左右 就280元左右 其實我試過 有一次買得最便宜是200頭 就是201、202 但是那時候都不知道多少瓶 就是很多朋友買夾 那通常這些夾這些我都是被動的 但是我記得最便宜是200頭 那如果你現在買一瓶試一下 我覺得300元都OK 買一瓶試一下 買一瓶試一瓶試 你是一位素食者 希望我的店鋪可以做多些素食 但是吃了要漂亮的 好 知道 吃了要漂亮的 但是你吃了 時司你吃過 你表哥認識他老闆 那又沒得便宜 我最喜歡的外國女歌手 Adele最近新作品 沒有一隻聽得入耳 反而舊作品 Someone like you rolling in the deep 就超好聽 我有沒有好歌分享 我覺得他那隻Million Years 很好聽 你可以聽一下 A Million Years 是不是呢 歌詞都很好 這個是他最新的那隻碟 A Million Years 看看是不是 叫Million Years 一百萬年前 一聽都知道 是一首失戀的歌 但是我覺得這首很好聽 你試一下給他一個機會 他的歌基本上都是很好聽的 朱古力只要夠滑 就當然是越得越好 Polypanos 是不是讀Polypanos 跟Cocosin正比或者更多 很有研究 我的產品很有水準 多謝 我是很淪色的 有很多東西可以賣 我都不賣 因為我覺得不夠 我經常都會跟同事說 我沒有東西可以說 如果我不是很有熱誠 很passionate 那樣產品 我會覺得我很難推的 所以就 但是其實 我都接受可以廣泛一些 可以讓大家每一次來 都有新的東西就最好了 多謝你聽我的分享 一按就說賣完 我想可能可以很快加回 因為其實我已經掌握了它們的脈絡了 就是月尾和月中就會翻貨的 月尾那次就要月中訂 月中那次就要月尾訂 總之就是月中和月尾 它就一個月有兩次這些日子的 Vanessa就說 萬事屋有現代留下雜貨店的情懷 好感動 支持 多謝你 多好啊 留下雜貨店 你整罐的吃 施洗美國便宜過香港很多 香港基本上所有朱古力都很貴 其實都有一個原因的 其實所有的食品如果它是室溫 其實它的處理 以最簡單來計算 你要處理四度和Flozen的食品 那個由它煮完 入包裝整個過程 到處理去到你家裡 其實每一分鐘它都會用電去 保持住它的溫度 拿到你家裡的途中 也都要去包住它 也都要去保持溫度 整個處理過程都是貴的 而且朱古力真的溶了就沒有了 你不可以打開看看它溶不溶 才決定賣不賣 所以譬如那一批 他們同一時間處理 有些溶了或者白了 他們已經要整批丟了 所以wastage是很高很高 所以很可以理解是 為什麼那些朱古力要這麼貴 其實你們都在給錢wastage的貨 不好吃 不好換 龍島朱古力馬會有得換 好不好吃 不好吃 真是不好吃 龍島變得太大眾化 是不是? 對不起 我和龍島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你問我好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 Fastage也有增加True Liogen的NAD加效果 這麼好? 明天尖沙咀是不是有100%? 100%沒有的 還沒有的 我訂了回來的 我為你而訂的 要6月9日之後 先看好嗎? 我昨天不是說了給你聽 是不是嗎? 橙皮和酒心朱古力應該 酒心朱古力沒有 橙皮應該有 你上次買了 你要等兩個星期才是一批貨 所以你上個星期買了 這個星期會要等下個星期了 多謝我的Advice 你想買 你好想買朱古力 真 神 Adele Rumors Rumors has it 正 是不是? 這首我有沒有聽過? 我要聽一下 真是很想吃 看了我的Live應該一整年 嘩 看了Live一整年? 我有沒有做了一年? 有嗎?我這麼勤力? 咦 是不是看紫天椒開始? 再次嘗嘗我的白朱古力 是啊 嘗嘗 你不好吃都是一包而已 但我覺得真的挺好吃 它是… 它不會留在這個口裡只是甜 它有些… 就是它混了那個Rasberry 那個… 它那個是Dried了的Rasberry 是很好吃的 我覺得 是很好吃的 是呀 朱古力不可以寄來台灣 因為真的會有機會用 在英國的時候 吉伯利經常吃 口味也都叫港版甜 吉伯利都挺好吃的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從小吃到大一個training 是吧 萬事屋是樓下集貨店 你們一班人是Global的街坊 因為同學結緣 挺好的 因為反正現在都可以送去家 就當是樓下的集貨店 是的 在SS 我不懂得讀了 ETSY這個… 其實ETSY這個網上平台 就是給一些做DIY的人去買一些東西的 它上面就有很多DIY的貨品 其實這些都可以在世界各地 各個藝人或者工匠 其實你都可以做出來的 就是遊合一些舊的茶杯 或者它不是二手 但是就是拿一些茶杯 就是比較的風格是比較舊的 然後就去加上這個酒杯腳這樣 就在這個ETSY這裡有很多的 但是就算去到像連卡佛這一類的公司 其實他們都會入貨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我第一次見到就是在連卡佛 都很多年前的了 都我想有七、八年前應該是這樣 之後我就在ETSY那裡見到有很多了 問題就是如果你選一個藝人在外國的話 那它就要寄來香港寄過來這樣 冰過的朱古力不好吃 其實你可以把它去到那個溫度的 其實都OK的 當然看你怎麼冰 就是說你說冰到你拿去Flozen 當然不行了 但是其實朱古力的溫度都可以調教回去實穩的 你要訂100%的朱古力 我還沒上假 我上了假之後 星期一上了假之後就可以給大家訂了 你就訂了法國的天時蝦 明天會去曼時屋拿 有空可以教一下怎麼吃 生吃都可以 它是sashimi grey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生吃的 如果生吃的意思就是你拿一個煲過的水 但是冷又失溫 你淋一淋它 你可以點醬去吃 你也可以用牛油去煎 你當然是中間湯開它 我們chef其實有一條片拍了的 就是教煮天時蝦的 它的方法就是頭和尾就保持殼 就剝了中間的殼 然後你就在鑊裡熱溶一些牛油 大家知道牛油你不要太過大火 如果不是它有一陣焦味 就熱溶了一些牛油 其實放一放上去 輕輕放上去 就已經可以吃的了 因為它是sashimi grey的 在魚生和熟之間的狀態 就會是最好吃的 我今天才去完City Super 進去逛逛 因為隨時都要看一下價位 所有的東西 我看到它都有賣到天時蝦 它賣498元 不是這個電話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賣我同一隻天時蝦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地方買得便宜過我 因為我沒有辦法全香港去檢查一下 究竟是不是我買得最便宜 但是我剛才經過City Super 就是同一隻的天時蝦 完全是一樣的 跟我們那隻完全一樣 它是賣498元 而我是賣398元 所以你做了一個精明的選擇 很多人期待100%的巧克力 我都期待 其實是新的 它是新做的 它們之前都沒有的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都要等它的新貨 這個就是這個 是這一隻 100% 它是70克的 70克就會比這個小一點 因為這個是85克 但是這個85克就比iPhone長一點 所以70克你就預算它 我這個是MAX來的 你就預算它好像一個小的iPhone那樣 我開我的Facebook一定有一年 但是Live真的可能沒有一年 我好像是新年的時候才開始做這個Live的 那當然我平時也有做別的Live的 應該沒有 應該是新年之後 可能是2月、3月開始到現在 Lins都好吃的 在加拿大買Lins便宜很多 其實Lins有一個高級的版本 是那些BAR chocolate 都是很好吃的 不過我覺得在香港很貴 我猜它100克 是要賣百多元 是的 1.3真的很想睡 你是可以睡的 你去睡吧 明天聽回或者之後再聽 聽到茅台用來煮食都覺得難處理 如果做朱古力應該不是很合適 但是可能是 因為龍島現在應該是中資 可能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這樣的 demand 試一下茅台 白蘭地煎酒那些 它這個是茅台 威士忌 在你的通訊錄裏面沒有符合威士忌 Gene的聯絡人 是啊 你們聽不聽到嗎? 我網上購物條link 網上購物條link就是萬事屋 maxihousehk.com maxihousehk.com 給大家看一下 是的 這個是萬事屋的link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Winchy 很好吃的 意大利尤其是Giletto 它Giletto真的很好吃的 我其實經常經過都刻意很想吃 但是有時候一個人我覺得一個人不好吃 等於有一個人陪我吃才吃 這個都是stop自己無緣無故吃朱古力的習慣 但是它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意大利牌子來的 你都不覺得龍島好吃 它最初是ok的 總何時推出星期一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自從沒有了designer之後 那些賣東西的圖是我做的 所以我的同事就在等我 那就是我了 至於什麼時候呢 我先看一下 我馬上看什麼時候翻課 因為實際上最近很多東西 一說到翻課日期 我就很怕搞錯了 好 數種我不知道賣成怎樣 我第一天好像已經賣得多好 那個數種就已經有了 那我那個大一點的種呢 就應該是二十幾號都翻課的了 其實下個星期會有的了 其實下個星期會有的了 那我們的種就是 鹹肉種 就是裡面有蛋黃 有蛋黃 有瑤柱 有豬肉 有綠豆 那也都會有一些黎麥 去拿走一些糯米的份量的 那糯米就會佔少一些 黎麥就會佔多一些 那整體就會健康一些的 而我也都覺得是好吃一些的 就是那種種是會滑一些的 好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認不認識陳世傑本人 我認識啊 我認識他啊 因為那時候一起在寶良局做過事 很久沒有去消息 你平時有去消息的嗎? 你平時他平時都沒有什麼自己的平台 可能他你剛巧沒有 就是最近可能沒有什麼訪問 是不是?你意思是 加茅台應該主要是認為價格會賣貴一些 我想都是配合口味的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就做了很多本地市場 譬如他在茅台的酒 那粒酒心巧克力上面是寫中文字的 直接寫茅台酒這樣 用了它的標誌的範圍這樣 好 今天我們談到這裡了 嘩 都談了一個多小時了 我朋友在這裡坐著陪我 開Live 聽了一個多小時 他剛才問我說多久 我還說說半個小時了 我真的有長氣症 所以吃那些藥物就好了 腦子除了不退化之外 還會很長氣的 Carrie 明天見你 不好意思 遲了覆你的訊息 好了 拜拜了 聊聊聊 拜拜 各位拜拜 明天再談 明天店鋪見